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大家好,我想请教这个唐教授 这个牛郎馆一家一家的开 老百姓都知道,这是违背善良风俗 我认为这是教育问题,是警察的教育问题 警察为什么不抓呢 你可以取题开一家,取题一家 是你的权限之内 这是教育问题,是贪账万法的问题 如果警察严格执行,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总不能说警察严格执行,太太在家里也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主要是教育问题 如果他知道哪里有,他去抓就不敢开了 不敢开,我们社会就会改善很多 谢谢张先生电话 等一下问题我们再继续来讨论我们这些细致的陈先生 陈先生您好 刚刚张先生讲的,教育没有做好 陈先生请说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我觉得说 在最近来讲,大家一直在鼓励所谓男女平等 那尤其女性主义者,他们一直鼓励说 我们女生,男人可以做 我们为什么女生不可以做 当然就很多人就要就仿效啦 可是这个不管好的坏的 当然我也鼓励男女平等 可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不应该是这样子 现在各位可以看到 连未婚生子 好像也没有什么人在谴责 甚至于女性运动人还在鼓励 说有什么不可以 那我是觉得说这种事实上 在女权运动对整个人民的教育并没有讲得很好 鼓励女权运动是对的 可是在坏的地方并没有把它讲出来 没有做得很好这样 好的,谢谢您电话 我们接士林杜先生 杜先生好 喂,李小姐您好 各位来宾好 我想说第一个我看过影片 我觉得说台北市那一家牛郎餐厅 是那个数字最差的 看起来每个都像兄弟一样 然后并不像那种很高级的水準 第二点我想说台北市的牛郎餐厅 我去了十几家 里面也结交了很多朋友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今天他们的其实服务的方式 其实跟我们的酒店是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的差别 甚至比酒店那个穿着 都还比较正式一点 不会坦胸漏背或是怎么样 就是说刚才有位先生讲说 就是说常常这个女权运动的 提倡的这个人 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常常男人一讲一些说 对女权运动有一点 稍微有点批评的时候 他讲说男人都占尽了便宜 这一点其实好 刚才的数字调查其实是错误的 其实很多都是单身的女郎是居多 家庭主妇反而是比较少 因为警方所公布的是 那一家的那个调查 当时的调查而已 其实全台北全台湾省的话 其实单身女郎比较多 尤其是那种比较年轻的 因为他们想尝试嘛 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 是女权运动要高涨 所以说这个时候也就是说 我们希望男女是站在 同一个起点开始 看这件事情 因为女性在从事交易 性交易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有得到利益 只是他们把他们的利益 认为说他们好像是被动的 其实男女在从事那种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是双方的那个雨水之欢 我觉得没有说是谁不平等 所以不要常常讲说 男人占尽的便宜啊 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都是一样 谢谢杜先生您的电话 那么我们接土城 对不起土城黄先生 黄先生好 黄先生好请说 大家好 关于这个经建牛郎群 是不是社会病人 今天这个主题 第一个我想是 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风气 倒着的沦上 人家都笑评不笑唱 然后第二个就是 整个我们在台湾 社会这个金富不平均 我想人人去做这个牛郎店的 应该他在经济上都过得去 不是一般很富有的 或是一些单身贵族的 刚刚前几位有观众讲了 他以前意识高涨 男人可以 女人也可以 第三个就是 也是有受到一点这个西方 西方一些的风气 好的 我大概表达 好的 谢谢您的意见 我们再接一通中立的林小姐 林小姐您好 喂 喂 讲 喂 您好 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出在一个交往 不够自由不够公开的社会 因为事实上 如果大家可以自由自在的交朋友 也不需要有这么多的考量 因为像现在的话 大家在交朋友的过程当中 常常要想说 后来会不会结婚啊 会不会有结果啊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 所以考虑到很多很多 其他的牵涉到的因素 那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事业出现 事实上是为这个交友不公开 交往不公开 提供一道出路嘛 而且事实上 我觉得像今天报纸上 那个牛郎经营业的人讲的 也有几分道理 因为像有一些人 他的条件并不是在我们的社会上 很受到人家喜欢的 比方说他比较矮啦 或者比较胖啦 或者比较丑啦 他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情欲市场上 没有什么出路嘛 因此他在这个所谓的牛郎事业里面 是可以找到一些慰藉 找到一些出路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整个社会来讲 是很好的安全气发 那大家之所以这么跳起来 很惊讶的 很觉得很恶心的 是这样来看这件事情 其实是因为 是因为这男人在做这件事情 大家总是觉得男人 这个做这件事情还没什么真言似的 所以那可是事实上 在我们周围 你看如果要讲色情行业的话 为男人设置的色情行业多得很 他们的出路都多 谢谢林小姐 您的意见非常的清楚 我想我特别在这边补充一下 刚才有这个杜先生 他提到这个数字的问题 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家庭主妇的比例 高过单身女郎 又高过酒店的这个女郎呢 就是根据我们省警务处以及北高两市警察局的统计 所以应该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大略的一个出估 当然这个数字 它能够表现多少事实的真相 我们当然要待查 不过刚才您也提供您的亲身经历 我想刚才朋友们意见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社会风气怎么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也有人说男女平等 那也有人说男女平等 不在这方面来平等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待一会儿我们马上回来继续我们的讨论 本方机构不断的压制之下 使得不幸感染艾滋病的人 在饱受身心极大的痛